做佛的弟子 就要把佛法里面所讲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做出来 给大家看 这是教化众生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 这是你的自受用 给别人看 是化他了 要认真去做 努力的去做 各个宗教的信徒 也跟佛法一样 要通达 声明 今天的意趣 意识道理 一离 这是方向 目标 明了之后 要把这些大道理 落实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厨师待人酒 意识 为社会造福 给众生做好样子 语言理 明文立 学书 学书 无欲六成 一般宗教里的 这个人才得救 谁救你 自己救自己 大书 大乘佛法里面 自己度自己 祝福菩萨一切神圣 给你做自救自度的 增上人 这是我们 必须要知道的 人生 苦短 昨天 中国有个同修 打电话告诉我 他说他到美国去了一场 去了一两个月 回来了 朋友当中 很好的朋友 三个过世 年龄都不到五十岁 深深感触 人是这么样的脆弱